最近南方一些城市已经出现回南天了 地板上墙壁上都是水珠 在这种空气湿度非常大的情况下 大家往往会担心 我们的奢侈品包袋要不要紧 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一般来说就是比较容易发霉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大家把除湿剂挂在离包袋很近的地方 如果里面的液体渗漏出来 那它一开始是干燥的 但是它在工作当中会稀湿 里面的化学制剂会溶解 那如果袋子不慎破裂 这些溶液遇到我们的皮革包袋之后 会产生这种抽湿的效果 或者是一种干燥的效果 接触到的皮革就会产生一种不可逆的伤害 一般来说像偷口皮的包袋 接触到的地方就会变成扁平 好像被抓在了一起一样 这样的包袋拿回装柜 大概率也会被告知无法修复 在这样的极端天气空调会是我们的好帮手 它可以控制我们室内的温度和湿度 只要我们觉得适宜的话 包袋也是没有问题的 怕就怕家里很长时间没有人 空调不开 那这个时候包袋真的是有可能发霉 在市场上的确也会遇到一些包袋 是带着霉味的 外部的一些状况可以清理掉 但是气味可能久久散不去 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休假 离开家很长时间 没有人过来开空调的话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最好是有人隔一天过来能开开空调 让家里面的正常温度和正常的湿度 能够保持一段时间 其实还会有另外一个做法 可能就会相对昂贵一些 之前有看到过有人购买了防潮箱 一般来说这样的防潮箱都是放相机啊 放镜头的 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大型的防潮箱 大型的家用防潮箱 比如说放茶叶的 或者是我也有看到放吉他的 最大的我有看到过1100升的 我觉得这样的容量的话 放几个包袋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造价也会比较贵一些 所以在这样的天气下 首先我们要避免风险 让包袋和干燥剂远离 第二呢我们尽量让包袋和我们处在相同的环境 如果离开家很长时间的话 可能要拜托别人或者是购买防潮箱来保护我们的包袋了 以上呢是我个人总结到的经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即便离开家很长时间 家里面也依然可以保持比较好的温度湿度 让这些包袋不至于受损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的评论留言 我们明天见拜拜